陸永是極度緩慢 所有的反應 所有的WhatsApp 可能你今年發給他 下屆奧運你會收到他的回覆 可能是這樣 你說一些很大的決定 是完全不會得到任何回應 即是一個執行力很低的人 而很幸運 就是他的這麼低的執行力 就迫到我要執行得很快 所以這個又真是一粒一凸 真是令到我們可以發展出一個 我們認為最舒服的模式 一個潮夫和一個木匠的關係 很多時候 譬如做歌 做show 什麼都好 我就會先砍一塊木出來 我就知道這塊木的原材料是好東西 有機會變成好東西 那就交給他 因為他執行力低 所以我必須先砍一塊木 那就交給他 然後他就是一個很好的木匠 就是因為他那個人這麼慢 所以他才會做到一些很精細很好的東西 他就用了一塊原材料 就雕到一隻很漂亮的木雕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慢慢發展下去 遇到覺得最舒服的一個合作模式 所以你經常見到那些歌 第一段歌詞都是我唱的 你叫他想你是不會有新歌的 所以你看到就全部都是這樣 就是我可能開了一個頭 想好了 那他就刁剪了剩下的那些東西 就算show 也是這樣的 有時候我會丟一個大的idea出來 中間的細節就是讓他去想 那農夫的那種哲學是 師君有師君自己的哲學 如果他自己寫歌 他就有一套他的想法 如果我自己寫歌 我都覺得我很明顯有一套我自己的想法 但當農夫一起的時候 就一定是一個農夫的哲學 就是同時我會寫起了自己一些看法 他也都會寫起了一些看法 要很科學化地說就是 他跟我合作的時候 他會寫起了一些偏激 我跟他合作的時候 我就會寫起了一些理性 最後揚合那個就是農夫的哲學 但這個不用將就的 這個是農夫一合起來 農夫就自然會是這樣 這個也是農夫一直以來 如果兩個人一起寫歌的時候 農夫是堅持來的 農夫開始多人認識的時候 開始覺得又能夠在音樂上維生的時候 我想我們的創作是越來越困難的 尤其是對我們做這種hip hop音樂的時候 因為當時我們源於草根 很多想法都是來自 就是對世界不公平 這個對我不好 我好辛苦 這些等等的事 所以當你個人一舒服起來 就會影響了我們的創作 所以農夫在創作中的整個圖中 有很多樽頸位 一直都有很多樽頸位 我亦都真的忘記了有幾多次了 即是去到嚴重的時候 DJ Tommy就會走出來 我跟我們兩個說一段話 說完我們又 好 重新上路 試過都好幾次 是這樣的事 當他們有些想不通的事 我就會總括回去以往做過的事 做到現在 為何這一刻會有這麼不平衡的想法 我就會出動 我就會跟他們解釋一下 其實是這些事不要想 這些事不要想 想回你最純粹的事 很簡單的事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是很聰明 還有很有自己的想法 但他們的想法是 亦都很接受人的意見 亦都忠於到自己的方向 其實不難解決的 因為他們很有智慧 我記得很久之前有一個行內人 說他們 龍夫只有小聰明 沒有帶智慧 但其實 當初我接觸他們 我覺得已經很有智慧 大不大智慧 不知道 但已經很有智慧 比一般行內 同期的人 已經很有智慧 即是我們其實三個都很不同性格 但能夠合作到這麼久 而又這麼猖順 很多事都大家 鍵到 通到 因為根本就是同一類人 所以最終那個終點位 大家是一致的 我想很多人在不同年齡層的時候 如果一聽龍灰歌 都有不同的感受 現在我都會聽到一些朋友 以前不知道你說什麼 這首歌 我現在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又不能夠說了 自己很高深的 當然了 你五年後才明白 那不是這樣的 我也都覺得是 這麼巧 有時候是一個時機 是別人開始 相信你 或者肯聽你說的話的時候 你做什麼都容易一點 所以現在他認識到現在的龍灰 他聽回 他多了一份內心去理解 那他就明白了 如果你從來不肯理解 或者你從來不喜歡我 我想我現在給你聽回任何作品 你都會覺得 不行的 上次開完等錢洗演唱會 確實是真的幫我們找回很多 即是失落了的現場演唱的感覺 我們一直都不是沒有做Live Show 但我們有宗Talk Show 我去做C2 但就是演唱會有一種不同 我們那一次在等錢洗演唱會 所以他就感受到一種久違了的味道 縮了用這個按 退後了 再來 如果這個 這個 九十四個 是 小時候 這 小時候 要把 少許 兩種 但這個 如果清楚 就變回很強 即是 小時候 就是 網榮 在小 accounts 你賣了一隻來看 小時候你不會看底細 誰還會猜 誰有蜜的 誰是屋村仔 我們是無所謂 我們小時候是無所謂 穿皮鞋沒脫就喊 小時候是無所謂 穿皮鞋沒脫就喊 跟隊麻煩 小時候是無所謂 沒脫就喊 跟隊麻煩 阿君又喊了一個 好啊 跟隊麻煩 難得這麼人齊 這首歌的另一個底韻 就是我們 希望 其實是一個希望 希望 我們這個show 即是18年演唱會這個show 是可以 很好賣 其實是 是可以大家都在這裏 無論是以前 一開始聽我們 或者是新的 或者是從來沒有聽過 總之希望大家都在這裏 我這首歌 在當晚唱就很有意思 就是 就是 這麼多人肯來看你 是真的很難得 就是真的很難得 這麼人齊 18年 就是一個底韻 所以希望 希望大家一齊來 一起 難得這麼人齊 適逢今年 十八年 但是我們從來 不是我們生日 就要 大事慶祝那些 我們自己生日 都不是很理會的 只不過是 我們覺得 農夫十八年 我不是很想幫自己慶祝 我亦都不是很想跟私軍慶祝 我是覺得 我們要為農夫這件事搞個生日 即是一個見證 又好什麼都好 而農夫這件事 不只是我私軍 農夫是一件事 就是這件事 所以 我們覺得 是否有必要 由上年玩得這麼開心 有這麼多人說 看不到 又 是否有必要再 再做多個 演唱會 是用 告訴你 我們十八年的一個演唱會 你一定要來 難得這麼人齊 好姊妹還有兄弟 今晚一點燈體 若果歸位 若果歐齊 來一起比 聖誕 哦 嘿哦 哦 嘿哦 我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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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